咱们现在讲六以日财官法则命令分析第四讲 已经拿到这本资料的意欲 把资料打开到第八页看命令寺 昆噪耕虚年 耕虚年丁亥月 以四日并虚时 以四日并虚时 这是一个女命八字 寺中呢 透出庚金到年上 成为了官星 代表她丈夫 因为 以耕相合 并且呢 似火归于虚库 更今官星 为夫 原因是 以耕相合 且 似火 归于虚库 所以呢 年上的这个耕金官星 就代表了命主的丈夫 但是呢 似害相冲 岳祝丁汉的不让他进入这个虚库 这里呢 害 起到了一个不好的作用 害 似 相冲 这样呢 似乎 因 害水 相冲的原因 不易 进入虚库 所以 夫妻之间是 聚少离多 就不 无法经常生活在一起 这个 害水呢 这一冲 本来似火呢 是想进入虚库的 这一冲呢 就离这个虚库 就越来越远了 四中另外又透出一个丙火商官去克官星 丙火到石上 这丙火到石上 成为了商官 来克这个官星 丙火商官坐下的火库呢 坐下的火库又透出了一个钉火 这钉火呢 火 也是克金的 也去伤害 耕金官星 所以呢 明显是克服之命 耕虚 作为命主的 丈夫 第一任丈夫 是很难保住的 不死则离 那么克倒了耕虚之后呢 他又嫁给谁了呢 这个四害 相冲 害水一冲四 这四伙就跑到了 石子这个虚库里面去了 这个时候 丙虚 就代表了 命主的 这时候就有丙虚呢 代表命主 丙虚与丁亥 丙虚丙虚与丙亥之间呢 是同类取妻 丙虚丙亥 是属于同类取妻的关系 而且呢 这个亥水呢 还是丙火的复兴 所以第二任丈夫是丙亥 那么不管哪人丈夫呢 日子过得都挺都比较艰难 因为呢 他没有想得到 他想要得到的东西 好 我们重新 复盘一下 这也是个女命 那我们知道 看女命第一步 看丈夫 看丈夫 因为夫妻是六亲之首 这里呢 年上是观星 是由命主的 是由日之四中所透 四呢 是夫妻公 那么到了年上是 更金 是观星 并且呢 虚库能起到 把四火收进去的作用 所以耕虚这一柱呢 是命主的第一任丈夫 命主的第一任丈夫呢 与命主之间夹了一个丁亥 而丁亥呢 由于四害相冲的原因 命主与他的第一任丈夫 巨少离多 不仅如此呢 四中除了透出更金之外 还透出了个丙火商官 商官与更金 丙火商官与更金呢 同根同源 商官见官 不仅如此呢 这个商官呢 在坐下的虚库之中 又派出了丁火 到了月上 原本呢 还隔两柱 这个摇隔相克 力量很小 那么丙火商官 想要伤害观星 有点困难 那他就 让坐之虚库中 派出一个丁火 到了 月上 这样呢 与丁火与更金 紧贴相克 丁火克更金 所以呢 此女命克服之下 构成 命主与他的第一任丈夫 不死 他的第一任丈夫 不死则离 把第一任丈夫 刻到之后呢 我们看看他第二任丈夫 是哪一柱代表的呢 第二任丈夫是哪一柱代表的呢 这月与日之间 四害相冲 害水一冲 这个丝火 丝火呢 就跑到虚库里面去了 这个时候呢 代表命主的呢 就不再是 以四了 丝火躲 丝火进入了虚库 那就由丙虚这一柱 代表命主了 而丙虚定汉 是属于同类取妻的 丙虚 丁汉 属于同类取妻 同类取妻 所以呢 第二任丈夫 在这个四柱之中 由岳柱 丁汉 作为代表 当然了 命主呢 虽然 结构两次婚 但实际上呢 日子过得也很拮据 189 25 26 76 46 189 2526 76 46 好 这堂课就到这里 再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